深夜两点接获出兵指令 等太阳升起后 一支乌克兰部队在枪林弹雨中 杀出重围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在对内茨克克拉斯诺格夫卡村 强攻二军阵地 炸毁俄军藏匿的建筑后 乌军在快步夺进另一栋房屋内 派出无人机侦查 其余敌军的藏匿位置 这时 乌军又拦截到敌阵营的无线电通话 后来发现俄罗斯指挥官下的指令 根本没有给予任何有用资讯 只说不要让五兵靠近 只是俄罗斯指挥官再怎么想鼓励军队 继续打下去也没有用 第三突击旅士兵一栋接着一栋房屋 轻缴俄军失利 即管如此 乌克兰依旧严重缺弹 只好抢夺俄国的炮弹 俄罗斯国防部提供弹药地图不小心被代号MADMAX的乌冰掌握到 他在乌冬各处包括沼泽水井或雪地里陆续找到俄军藏匿的炮弹 如果是亚弹 MADMAX就将弹药拆解 取出里面的一颗颗小炸弹 撞到无人机上 再用来回攻敌人 基辅军队虽然懂得变通 但仍然急需西方的弹药支援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莱姆到访基辅再度表达挺无立场 但同时也摸摸头暗示泽伦斯基也得考虑美国的立场 而在边境的另一端 俄罗斯总统普钦针对边境城市贝尔戈罗德州 近期连续遭乌克兰跨境攻击说了这番话 这项在乌克兰建立缓冲区的计划 就是为了防止乌军用长城武器攻打俄国境内 这当然让乌国人起得跳脚 乌克兰人骂归骂但对普钦来说毫无影响力 他依旧在莫斯科红唱上大肆庆祝自己高票两任 以及并吞克里米亚十周年 十年前莫斯科在这强行举办公投 以97%赞成票为由出兵并吞克里米亚 这在西方业力撤头这位是非法侵占 十年后普京胜血后高喊克里米亚 会和俄罗斯一起携手并进 乌克兰只能想办法加大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攻击 目标是夺回尸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